吃飯吃飯 我們剛剛掃健康寶進來的 開始點單 現在在大陸這邊吃飯 基本上都是掃桌上的這個 掃這個碼進來就會這個頁面 然後在上面點 這不是做廣告啊 這只是剛剛去同仁醫院 然後出來先吃個飯 這家店位於北京的崇文門 地雷站 然後就是他們裡面有好多麵包 有蛋糕呢 你看看 烤檸檬汁是蛋糕 這個一塊三十八 這個 這個是羊腳麵包 十三塊錢一塊 來北京不是好多年了嗎 那一剛開始來北京的時候 我以為你在跟我講話 我在跟他講話 好像在北京這邊很多 當地的便宜一點這些傳統食物 就是很多都吃過啦 像什麼羊蟹子啊 然後蒜羊肉 烤羊肉蒜這些 基本上都吃過啦 因為最近工作上面就是 就是經濟收入比較有受到影響 就是賺的比較少錢 所以基本上 平時在家的時候就是自己做飯 那相對來說也比較划算比較省錢 然後也比較可以減少油脂的一些攝取 那目前出去外面吃飯的話 會主要以火鍋 或者是說這種青石類的為主 哪有 我們出去根本就沒吃過火鍋 我們也都很久沒有在外面吃過 至少兩年 火鍋有啊 小火鍋啊 那個日式的那個壽喜燒啊 日式壽喜燒就算了啦 反正就是比較以那種青石為主 多一點啦 我自己做不來的 自己做不來的 像是雲南菜什麼的 我都是喜歡重慶火鍋 很大的內容 你這樣子 我要把你的生意誤進去了 那今天來這邊吃的話 等一下 我應該會 我應該會點個烤雞吧 看一下新髮型吧 謝謝 全方面的那邊還沒有 我覺得頭髮就長一點 運氣比較好一點 那可能是 就是住在大城市的一些人 可能就會覺得說 你在大城市吃這些就是 一些青石類的 就覺得可能就比較沒什麼 但是對我來說 相對來說比較新鮮一點 我已經比較少來 吃這種 有烤麵包 然後有很多沙拉 點咖啡 吃個蛋糕的這種 這種餐廳 廢話不多說 等一下開吃啦 你點了一個烤雞啊 不是 你剛剛不是說你要點烤雞嗎 我反悔了 我後來點那個 反悔了 我不吃烤雞了 你剛剛錄的時候 沒有吃烤雞了 是啊 這是我反悔啦 我是一個善變的男人嗎 這是牛排 這是牛油果 西洋市 這是沙拉 超大一盤 你看 哇 這光線不錯 是不是很大盤啊 再來一個 這是我的 兩盤 他不吃這個香菜 我把香菜給吃了 香菜 香菜也能入沙拉嗎 台灣是叫沙拉 這邊是叫澀拉 澀拉 然後 不想切 我直接拿來吃好了 直接拿來吃好了 吃小了沒 吃小了沒 不是牛肉的嗎 不是牛肉的嗎 香辣 有的 這裡面有燕麥 黑米還有黑豆 沒味道 這魚肉好吃 是真的牛排 有點口感的那種 不是一咬下去 啪啪啪的 軟軟的那種 這是第二塊啦 把這塊吃完就吃完了 吃完啦 吃完啦 今天這期影片 今天就是吃鍋類型 形式吧 那剛剛最後那點是沙拉的話 有點比較酸 我們也沒有吃完 那這期影片就錄製到這邊 我是好A 明天見 掰掰